而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17号的上午 在花莲县政府简报室召开了0403 花莲地震专案小组第二次会议 由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亲自主持 会中针对了后续复原重建事项 和县政府各局处室进行讨论确认 而会中也希望能够加速早日恢复受灾民众正常生活 为了让花莲地震灾后复建重建工作更加顺利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17号上午 在花莲县政府简报室召开了0403 花莲地震专案小组第二次会议 由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吴泽成亲自主持 县长许正卫出席参与讨论 针对部分损坏建筑物提供耐震若成补强方案 县长许正卫希望中央能够从正债基金 或者是卫福部赠灾专户拨给经费使用 高楼层集合住宅他们一直反映说 他们想要做比较完整性的补强 那经费就会比较多 那他的致付额就会比较多 他们希望说致付额这一块 是不是也可以来协助他们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由 这个中央这边捐助的这个善款 这个赠灾基金这边来协助 再给他一部分的致付额的补助 那其实450万对于16层或15层的高的 集合式住宅可能是不够的 那多出来的那个经费 就是说若成补强450万之后 溢出来那个经费 可不可以用中央的那个赠灾基金的钱 来指引来补贴给我们的这个 集合式住宅的这个若成补强的费用 修缮的费用 应该是这样讲修缮的费用 所以修缮的费用如果高过于 补助的部分的话 是不是可以用赠灾基金的钱来指引 只要进入张贴红黄单 就可以来申请这个450万的 这一个补助费用 刚刚现场讲说 他也许还不够 这有什么考虑 原则怎么样 我们0206107年花年0206的部分 自付额的部分 我们是用0206的善款来指引 那现在就是说 我们的善款额度是不够的 所以因为这个未来会很 数字会很大 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议 由中央的善款来指引 就是超过的部分 对 就是超过这个450万的部分 这个建议里面在民间 在提出讨论 而目前行政院会诊完成 0403花莲地震 救助协助措施共30项 县长许正卫 期盼中央正视花莲的需求 希望中央能够给予经费 以及资源的挹注 帮助花莲相亲 早日度过难关 重建家园 重拾生活 记者刘明胜 花莲市采访报导 好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